ometer 你能ste ro would ya 沒什麼層次 不覺得你。 怎麼 rewrite它 因為我看你做了這個背中 嗨謝謝你收看好總監虸談 我是David 我是伯髒 今天同貌們看到我們桌上放這麼多隻雪莉桶 知道我們今天為了大家做 伯髒系列 跟我剛才你在想說你要叫什麼 沒有想到你是說伯髒系列 因为你是雪莉桶卡 那其实有 最近有在关 就是follow我们的一些社团 还有威士忌协会的一些讯息 同学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最近其实 很谢谢那个廖安人老师 他来到台南 来我们的这个空间这边 然后呢 为大家上了一个很硬的课 雪莉桶的秘密档案 那因为他就是花了三个半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呢 十四之九 大家再来看 就是去深度的认识雪莉桶 很多是从就是雪莉酒开始讲起 为什么要用桶子开始讲 一直到整个流程 真的很丰富 不过因为这是老师他的IP 我不能够重复 不过我觉得就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老师这次来呢 就是也是 也是谢谢很多的这一些 就是当然部分是老师准备 部分是酒商这些的朋友的协助 所以我们想说也是 谢谢老师 然后谢谢这些赞助酒的这些公司们 我们也是为了同好们来做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来做蚂蚓 那我想说因为我们总共有十四支 那我有一支我想加进来的 因为我赖老师问这支为什么没有在课程 他还没有回答我 不过我就觉得15支我们分成三集 part 1 part 2 part 3 今天是part 1 然后就来把它把它拍完 那我们来做一个蚂蚓 那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拍了一部电影 那拍了一部电影 拍了一部影片 那拍那部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觉得蚂蚓 再次的体验到蚂蚓的威力 是 真的 就是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再来蚂蚓 那我必须跟童话们讲说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蚂蚓 我们现在在为各位蚂蚓 其实在讲一些风味 那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感官跟感受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那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变 有时候不会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太绝对 不过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不会隐瞒大家 那其实老师很贴心 他做了这个 他的十四支酒馆 他其实做了一些分类 然后呢我们今天喝的这两种分类 其实是他的 复杂酒体和雪莉桶的融合 就是这两支木贺呢 新的木贺的这个台湾版的木贺12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格兰路式的这个12年这样子 那另外有是说不同雪莉桶 就是有不同类型的雪莉酒的酒桶 来融合的这样子来勾兑的 就是多纳 然后玩这个我们台湾的格马兰 最近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三桶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天使雪莉桶 其实有一些酒馆 我们之前可能都有拍过 不过这一次我们就是以雪莉桶的方式 我们再把它拍起来 然后再来复习一下 一系列 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 老师机你有没有准备好 因为这一集主要是风味的记录 贝哥请上车 第一支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拿新的杯子了 谢谢 谢谢 也是谢谢最近我们为了威斯基的这个电影 然后呢谢谢我们的这个副会长陪命 然后写助 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一些 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目前是我们自己的杯子 是 那不过我们也都在想像 我太太一直在跟我讲说 什么时候你赶快也是 因为她很喜欢的一些网红 都有在做电商 她说David你赶快做一些商品来买 我觉得这个商品也许就是看 大家喜不喜欢 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先用用看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一般的这种酒杯都很优秀 我们这个就是很酷手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logo本身就是很酷手 这样子 这样 好跟我们来喝喝看 我觉得这样子 一边品酒这样子看 太像了 对啊 我觉得是 昨天阿神说他看了觉得很感动 是 看到喝到我们有杯子 对啊 也是一种记录 一种记录 的确 这闻起来有一种蜂蜜的感觉 闻起来有一种就是 那种就是 我觉得他这次的上乘比较多是那种苹果 嗯 我有闻到苹果还有辣味 我也闻到那个辣味 很多的蜂蜜 对 它会比较在那个香气的中段 对 它会有一个甜感蜜感出现 对 那还有那个辣感 对对对 所以是辣肉的辣感 喝一下 呵呵呵 喝下去 比刚才闻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甜 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辛辣的感觉 对 我觉得他这次 跟我说以后这句话 其实他 对他的 呵呵呵 他的甜感真的不会很重 真的OK 那我觉得他在中段的时候 他那一个香气是 蛮明显 就是说 他的整个的 那种浓郁的果香 但是他不是那种甜感的果香 会整个会 会有点炸出来这样子 喝下去也挺有那个辣味 对对对 他会有 那个辣会 有点这样子 酱酱的感觉 对 酱酱的感觉 对对对 对 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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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间 中段是说中间的词 对中间词 因为对我来说可能 但是他就是 因为我觉得喝酒 就是淘不淘喜 自己的那个 喜欢的那个 对对 所以你说还好 这次排在中间 算是顺口 收手 对 但是就还不会到说 自己非常 了解 爱的那种气味 哥你知道昨天 Arthur跟我一起录Podcast 说到这一点 建议 童话梅药 还没有听过我们的这个Podcast 好总监 深谈 深度的深 深夜的深 深谈这样子 昨天呢 就是伯章有第一集 有我们去聊成年礼 昨天的第三集呢 就是Arthur来做来宾 那他就在讲 我们其实 就童话梅药 是之前有看比较久的 想说为什么之前Arthur在 后来他离开 可以看这一部 就听这个Podcast 又Arthur有去分享这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很感动 很谢谢他愿意来分享这一段故事 因为可能有的 童话们也很好奇 不过我觉得 威士忌 就是郝总今天瞎谈这个频道 不适合去讲这件事 不过我觉得Podcast跟YouTube 是不一样的媒介 所以我觉得Podcast分享就真的 蛮蛮棒的 我今天我太太 可以聊一些心声 对我觉得可以聊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那童话们可能会觉得 这是Arthur吗 怎么没有听过他讲话这么震惊过 而且我刚才分享这个故事 不是要去推销Podcast 我的重点说 昨天Arthur就说 你会不会觉得说David 你跟我跟博章一起录Podcast 非常好玩 我跟他说一点都不好玩 我说都没时间讲 我好吵 我好想要带耳杀 因为我非要开玩笑的 为什么刚才你跟我讲了什么 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呢 不好意思 太棒了 不好说 David就是讲刺入嘛 找到借口去给他 这都是跟你学的 谢谢哥 都是跟你学的 哥带领的号 第二次 这次闻起来也很甜 这次闻起来更甜了 第一次有一点点那种 轻微的发酵味 这次闻起来很甜 其实它是那种 哦 轻微淘喜好闻 这次好闻 热带水果的味道 这次好闻 这次好闻 很奔放的 我喜欢这次好甜 这次就闻蜂蜜 蜜茶 真的 这次好闻 我想要赶快喝 后面也是有点辣的味道 不过这次闻起来就是 感觉他已经 冰在那个冒熊熊的裂红 对啊对啊 赶快喝吧 赶快喝吧 喝一看他的味道 你这样闻就知道是哪一支了吗 我觉得它的刺激感 还是你在看小超 没有 我觉得它 它整个的刺激感是比前一支 强烈的蛮多的 对啊我想说 是不是有酒精浓度不一样的 这几支应该都差不多 都是做40左右 对 40 40.4 我觉得这两支的甜感 都不会到太密口 对啊 40 对 这次的层次更多了 嗯 对啊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咖啡香 果香 对啊 它的调性是 我还蛮可以接受的 你喜欢的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它在口香里面的 微味跟那种滋润度 对啊 蛮饱和的 对 对啊那微微 又有微微的刺激感 对 会有一些记忆点 好 我觉得我对于这一种就是比较 就是可能12年的这种雪栗桶 其实我觉得 喝到最后我想讲一些 我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感受 对啊 就是 你都不要买啊 心里面的感受 哥哥 不是这样子 你不要挖一个那么大的洞 给我跳好不好 这一次要好闻 诶怎么是好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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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蛮惨的 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蛮好的 对蛮好的 这就是我等一下想说的 是是是 你都好闻了 没什么层次 是这样子 我觉得李悦怎么更坏坏的啊 同好更坏 来闻一下 蜜 花蜜 蜜 嗯 我觉得它 它是有那一种 有点像是那种 蜜 蜂蜜柠檬 蜂蜜柠檬 对那种那种感觉 OK 我觉得它那一个 有一点点你说的 蜂蜜 那个蜂蜜柠檬红茶的味道 对尾端的 它的那一个 有点那种 对 橘皮 蜂蜜柠檬红茶的味道 对对对 蜂端你说的很对 而且是香港的那个牌子 我觉得三次还蛮迷人的 对啊 对啊 香港的那个蜂蜜柠檬红茶 这个叫什么V开头的那个 V开头 也是那个维豆奶那个 香港很经典的维他奶嘛 就是就是豆浆的那一款 我们香港人就会看到 是是 到处都是的 维他奶 那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那种 你打开衣橱纹到那种 蜂蜜蜜 OK 我们来喝酒吧 喝酒吧 我觉得留在 那要开玩笑 想要看 那个更多爆料 进入会员影片 喝喝看 我觉得这一次 多了一些那种 青草的细味 那一个 橙皮 跟那种 那种柑橘类的香气 我觉得是依然保存的 对 很明显 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这样喝的三次 一二三 你喝得出来它们的差别吗 你觉得它们的差异大吗 差异其实没有到 没有到很明显 但是它的那个 有一点点的线性 不太一样 这样子 OK 你觉得这次要盲蜜 你猜得出来吗 要是你 比如说你知道它的资讯 你也测过它一次了 下一次要再盲蜜 你觉得你 你认得出来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挑战看看 但是 好 会员影片我们来挑战 就记忆一下它的这个状态的线性 这个我想要试试看 因为这几次我喝 我觉得我喝都是 对它其实前端都还蛮内容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不同 很小啊 对就很小小的 很小啊 对对对对 对啊 OK 我觉得这个杯子它这样 就是它 我觉得为什么调酒师都喜欢用这个大小的杯子 就是它咬起来很舒服 是 就是很能够这样 然后看它的颜色 不是这个杯子要这样拿 廖安老师 对对啊 专业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我们业余的 业余的是这样的 所以它有几度 几度角的限定 好像是这样的 45度 是不要倒出来为原则 对好像是这样 才可以看它这边嘛 这样子 对 所以你闻它什么味道 龙眼花蜜的味道 真的吗 你刚才不是在演戏啦 有 有那么像吗 因为我看你做的这个杯子 龙眼花蜜的味道 龙眼花蜜吧 OK好 就是 我觉得它的果香 是 这四汁里面 我觉得它的那个 浓郁度是 比较 就是它的各方面都是比较足够的 我觉得 真的这几汁这样子 试试这样喝 太像了 就是 你喝下来 你真的会有 那种 雪栗麻痹的这种 真的很厉害 真的哦 对啊 我觉得它的线性就是 你会觉得说 想要找出它的一些些的线索 对 不同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你会 这些一天这样下来 一试试你就会觉得说 那味觉就有一点被 被锁住 但是我觉得就是 都还是很舒服顺惨 哥请说 我们先喝完我再说好了 还有一试 OK 我也许喝完这次 我的想法就变了 OK 所以你喝完了之后觉得说 刚刚是不是五次到了一样的 你有这个感觉吗 这样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业余啦 因为我们喝不出它的差别 人家会喝的喝的出来 是 我们就是功夫练的不够啊 我们就学历桶 嗯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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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学历桶 这样子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会爱你 第五支 这次感觉是龙眼蜂蜜 哈哈哈哈哈哈 哥你还好 我老学老师的分类分得很好 是 嗯 来哥你闻到什么味道 热带水果 龙眼蜂蜜 大蜂蜜 多米柿柿红茶 你觉得 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吗 也许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拍的第二部影片 也许我们拍完四支 我们已经 就是有一点 就是已经有一点 觉得累累的 那现在又拍了这五支 我觉得是不是 也许是因为这样比较硬 我絕對是有一個那種沼質的氣息 沼質的氣息啊 OK 那你可以聞一下第四隻有沒有沼質的氣息 再來 好 回來第一隻 第一隻有沒有沼質的氣息 第一隻它的 有差啦 有差啦 還是有差啦 不能說它一模一樣啦 它真的回頭聞 還是都有一些差異 對啦 有差異啦 不能說沒有差異啦 不過你覺得差異大嗎 這隻有一個杏仁味 第四隻齁 你現在手上拿的是第五隻嗎 還是第一隻 我們要不要喝喝第五隻看看 對 這樣往回五分鐘 五分鐘回來第一隻又變得更迷人 你說第一隻嗎 對啊 喔 真的喔 好 喝喝看 那我覺得這隻有一個 中藥的藥材的那種 油 那種氣味 油 這一隻有 它尾巴會比較乾苦一點點 我覺得老師會去深入著那個研究 那個每一個細節 我覺得真的 很厲害 很厲害喔 對啊 我覺得你是可以的 就靠你了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喝完這五隻 可是我其實第一個想問你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這一味 就是順口吧 順口啦齁 對啊 我覺得就是 香筍喝了好 因為我覺得說 刺激感 大的或者說是 比較有個性的可能就 我覺得應該也是偏套啦 只是 大多數人可能是偏套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對啊就是 比較喜歡甜柔這樣子的一個 舒服 舒服感 喝酒不囉嗦 對啊 吃飯就是 配這個就對了 那你覺得哪一隻讓你最舒服 哪一隻你最喜歡 因為我回頭吻 我覺得第一隻 覺得它的那個 舒服度最棒 剛剛這樣子 一路再回頭吻的話 好 所以你喝一喝一輪回來覺得第一隻最好喝 就是喝完之後我這樣回頭再 在 聞的氣息我覺得第一隻是最 我最討喜 OK 對 對我來說最討喜這樣 但喝的話我覺得一跟五 我覺得都還蠻 蠻舒服的 我真的必須講 我覺得我的味覺累了 是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有 我現在喝到這樣 我其實有一定覺得 就是 就是 所以我可以 對 可是你剛剛又吃了那個 泥梅怪獸 我可以理解說 就是你 對啊你做的好吃的 這泥梅冰淇淋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來上課 很多他們說 第七隻之後他們就 是 後面就不行了 嗯 我有那個感覺 是真的會 會那個 味覺疲乏 可能就像你知道在 試聞那個香水 可能你也是 會到一個 會有一個極限 對 不過我覺得就是 就是當時喝他們 就是感覺是 像你剛才講的 舒服順口 然後呢就是可能 搭餐 不會很順 然後就是這樣很愉快 可能重點不是在於說 只是品酒 而是在 就是在分享的過程 在喝酒 是 因為我其實剛才 為什麼一直在那邊笑 是因為 我想到的那個比喻是說 其實你這五隻 我剛才真的 當然我覺得 要再花一些時間 我可以去告訴你說 真的我覺得哪一隻 比較好 不過五隻其實喝起來都不錯 五隻喝起來都還蠻舒服的 那所以當然五隻裡面價格 可能差不多 不過還是有貴跟便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可能會覺得 其實 就是 對 所以有的時候也讓我覺得說 其實當然 就是說其實 那當然也許 因為我現在比較累 不過我剛才喝到最後 我就真的有一點覺得說 像 有的時候你知道就是說 我 允許我這麼說 就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的女生 她就是打扮漂亮 長頭髮 經典的那樣 就有一個經典的型 你看到一個 你看到兩個 你看到三個 你看到四個 你看到五個都很漂亮 不過就是說 其實你會分不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 就是都是 那個典型的樣子 剛才我其實有這個畫面 OK 那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 其實當然不同的時候 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是 我在想喝酒 我在想喝酒 想要聽更多的爆料 那再看就是說 就是 所以我來講說 有的時候這種 就是性格跟這個東西 就是 我必須老實講就是 我 我不會說 很不喜歡雪地桶 不過我其實就是覺得 就是 你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 比較有個性 我就覺得就是 雪地桶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 你說要說 今天只是一個 舒服的東西 就喝我覺得 的確 很舒服很潮行 有些狀況我也會覺得 那時候其實應該去喝雪地桶 嗯 不過我覺得要是今天 你要讓我去品酒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就是 就是 不過或者是 我也必須講 有的時候可能我今天真的 我覺得喝 剛才喝了 四支 現在又喝五支真的太硬了 我覺得我們也有一點就是 是 我至少我是 我覺得我是 我今天我疲嗎 這樣 一定一定會有那種 味覺會 皮內 對啊會遲鈍掉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 我們要去分辨這五支的差別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有點失敗 對 因為我覺得我並沒有很清楚的去 分辨出來 你覺得對你呢 你有嗎 我覺得是 就是 可以找出它一點點的 些許的 不一樣 但是就 你說要去分辨它 我覺得 每一支到它都有每一支 一點點的這種 不同的 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 喝起來都是 順口舒服的 嗯 對對對 你沒有說 特別哪一支會讓我覺得說 特別的經驗這樣子 那我覺得你去買的時候 你會說特別選哪一支 還是你覺得其實都差不多的 狀況之下 竟然哪一支價格對優 就買哪一支 嘿嘿嘿 但是我今天喝下來我覺得 一跟五 我覺得是 就是 相對後端再來 再聞過一次 我覺得是 是我自己會覺得是 比較 裡面裡面 選出來比較喜歡的這樣子 嗯 對對對 其實真的 這種雪莉氣味真的 聞久了 還是 還是會覺得說是 就是回到說你自己不喜歡 我覺得是 還是都是很舒服的 對啊 你就是喜歡這一味啊 對啊 其實這樣聞就是真的 會覺得說讓你覺得很放鬆 嗯 有一個熟悉的氣息這樣子 嗯 OK 感謝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也謝謝同學們一直都在跟著我們 我覺得我們在拍很多的影片 其實有的時候 我覺得在主題的選擇上真的 對我們來講 YouTube它是一個我們很個人的過程 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都一直在 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在拍我們 覺得對我們來講有興趣的 因為其實 這個機會也是讓我們有機會來嘗試這個主題 嗯 那沒想到我 做完這件事 我的結論就是 哇 就是剛才我有分享我的感受 是 那我覺得就是說其實 我必須講跟我當開始的享受是不一樣的 是 想像 是 那我覺得也謝謝同學們就是 也是陪我們來走這個旅程 是 那我覺得有的時候其實就是說 像我那一天聽到一個同學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好像都會說 你一開始喝酒的時候 喝捷克丹尼 喝個一兩瓶 你就可以喝到其他風味 那他就跟我說 他喝了捷克丹尼 他就不能這樣 他就覺得太心了 不能就是那個捧味 所以他後來又跑回去喝蘇格蘭的威士忌 那我就跟他講 我其實心裡面覺得 不好意思我好像給他錯誤的建議 因為其實 對我來講是這樣 不代表對他是這樣 所以我也覺得 也讓我再次想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分享 就是我們自己的經驗跟看法 那當然大家一起交流 對 也很歡迎同學 所以我覺得也很歡迎同學 就是說可以在留言啊 裡面就跟我們互動 讓我們知道 你喝這些酒的之間看法 是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 在憑你的當下 可能當你在清洗的時候 我覺得一兩支兩三支這樣 我覺得是蠻舒服的一個 對啊 對啊 蠻舒服的一個狀態 對啊 就是真的也喝酒不要去過量這樣子 對 辛苦喝了 謝謝你哥 那感謝各位收看好總監蝦談 那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那如果說喜歡Derry的好總監聲談 記得去聽聽他的podcast 那我們下次見 掰 別忘記到那些支持 我們下次見 컷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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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